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时待在身边亲自娇喜 东华帝君说着 因为深长地看了一眼哲言 哲言若有所思道 这莫不是赤吻 哲言此话一出 众人都惊讶不已 端着茶壶的连颂也愣住 众人如何都想不到 赤吻竟是那时出生的 莫冤突然道 也因如此 祖龙变自那之后 与我们讲的都是他这个小儿子 再没有提过崔寒镇了 那不如我们将赤吻起来 或许他知道什么呢 莫冤的提议得到了夜华的支持 但与此同时众人也犯难起来 因为赤吻远在方丈山 方丈山如同昆仑须一般 先则身后 且上空中常年盘踞着 龙族未化成人形的龙保护者整座仙山 此时四海八荒除了在座的人 几乎没有人能上到方丈山啊 如此一来 众人便犯了难 此刻每一位上神都想离开这平静的九重天 去到四海八荒瞧一瞧 东华帝君心思有胜 因为他的帝后 这位东华帝君心肩肩上的人 已经身临崔寒镇之中 东华帝君与凤九在星光节界层言 无论今后去哪里都要在一起 自己都不能放开小白的手 此番让凤九先去实属情势所迫 如今 既然知道了迟文与崔寒镇相关 那便无需几位尊神 全部在九重天作证了 众人一番商议之后 叶华白浅天军天后在九重天作证 以便于调度四海八荒 胡帝白纸帝君同湖后同在九重天 东华帝君默渊哲言少婉四人 同去方丈山找吃吻 剩下的人则都留在九重天 原本白纸帝君要与东华等人同去 但因九重天上也很重要 众人觉得翠寒镇不简单 不知道有什么阴谋会针对九重天 因此便留下白纸帝君这位 上古尊神同天军天后守着 而莫冤战神虽尚未恢复 但也面对着翠寒镇 也不至于无能为力 少婉则是觉得自己沉睡醒来之后 发生这么多事 又听完了东华与凤九的故事 心中突生出许多念头 说什么都要同莫冤一起 哲言东华此时已是了解情爱纷繁 便也同意 东华帝君和哲言则是因为 他们的心渐渐都一入翠寒镇场景之中 他们二人又岂能袖手九重天 四人一路直奔方丈山 除了九重天天界眼前 就是一片银装素果 少婉不禁感叹 这祖龙造正的巧思来 不多时 几人就来到了方丈山 此时的方丈山 依旧郁郁葱葱 只是那些绿色之上 还带着斑斑白雪 但整座仙山除了这飞舞的白雪之外 竟没有任何异常 金律琉璃宫依然流光一彩 而盘踞在仙山上空的龙 则一如往常 只是偶尔发出思鸣 东华帝君向空中盘踞的龙石法 一道紫色光团笼罩在几条龙周围 片刻 东华道 走吧 他们说吃吻出去了 不在方丈山 说吧 众人一番商议 决定先去青秋找凤九和白珍 然后再一同寻吃吻 此时 青秋的凤九白珍正在同吃吻画意 来到了青秋往深海边 此刻往深海早已没有从前的水光山色 海面被冰封住 一派死寂之相 凤九看着眼前的景象 有些难过 原本浩瀚缥缈的往深海 就像人间一个垂木的老人 奄奄一息 凤九看着不自觉走进往深海的吃吻 只见吃吻蹲下身子 驱动竖法 手指轻轻在往深海海面画了一圈 那被吃吻画过圈的地方 突然冰箱雪容 露出灵动欢快的海水 白珍凤九画意见到这一幕 自是惊讶不已 没想到吃吻竟然能融化这淬寒阵引起的寒冰 与此同时 东华帝君一行人也来到了往深海边 见到了这一幕 凤九余光瞥见一抹紫色 回头一看 果然是他家帝君 凤九喊了一声东华 便看见帝君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东华帝君来到凤九身边 两只手扶着凤九的肩膀 上下看了一遍 道 嗯 看起来没受伤 说完 微微一笑 似是松了一口气 放下手又顺势牵起了凤九的小手 看着蹲在海边的吃吻 原来 东华帝君一行人从方丈上出来之后 来到青丘却没见到凤九和白珍 进了狐狸洞才看见法术被封靠火队边上的弥谷 细问之下得知凤九白珍在洞口遇见了吃吻和话译 此时四人正在寻查青丘各处 东华帝君施法找寻凤九的先则 感知到他们在往深海便与众人来到了此地 恰巧看见吃吻施法融了一小块冰面 吃吻因看见自己施法竟然融了这么一小块冰面也觉得奇怪 于是站起身 再次驱动竖法 凤九等人见吃吻如此动作 也都纷纷上前一探究竟 只见吃吻一双手同时发力 将一大团白色的仙泽笼罩在往深海之上 没多久吃吻额头就冒出了汗珠 凤九见状从袖中拿出帕子递给华翼 华翼取了帕子靠近吃吻 为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与此同时往深海一点点的冰箱雪容 大约半炷香的时间 海面又恢复了往日的灵动 吃吻收手 这才松了口气 折眼见状道 你竟然能融化这海面 那其他地方有试过吗 吃吻于光早就看见了众人的身影 但因再施法 便没有打招呼 此时攻城 吃吻转身看着哲颜和东华帝君等人道 试过 清秋各处我都试过 唯有往深海我才可以将它融化 我也不知为什么 哲颜一听吃吻的话 一时间更加疑惑 凤九则接着说道 是不是因为你在往深海住了十几年的原因 有了你的先则 所以没有被翠寒镇笼住 凤九试着猜测 吃吻听了凤九的话 则是拖着下巴略略思考了一下 道 也有可能吧 毕竟我住的方丈山 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吃吻画壁 墨渊论道 你可知这翠寒镇是你父君所创 原先不知道 但前几日闭关看了这个就知道了 吃吻说着 手中画出祖龙留下的那本书 递给了墨渊 墨渊结果书 直接翻到吃吻标记了的页面 看完之后递给了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一只手接过书 另一只手仍旧牵着凤九的手 凤九在旁边也歪着头看书上的内容 东华帝君看完 便将书给了凤九 凤九看完 抬起头道 后面就没有了 吃吻点点头 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是空的 大概是因为你那时出生了 祖龙欢喜得很 整天都带着你 没时间写下去了吧 少晚在凤九看完之后 结果接过书看了起来 看完听见吃吻的回答 便由此推测 或许 在一旁久不说话的话一突然开口 众人一眼下上无论断 因此听见话意的声音 便都看向话意 话意看着吃吻道 或许这翠寒镇是根据夫人所能特意造就的 吃吻听完 恍然大无一般 眼神放着光彩 拍了拍话意的肩膀 道 你说的对 很有这种可能 众人见吃吻话意两人如此模样 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夫人 祖龙的夫人 所能 擅长什么 这些问题大家都无从推断 原来 英龙族将繁衍后代看得极为重要 祖龙当年也是风度翩翩以表堂堂的尊神 一时间四海八荒爱慕他的女子慎重 吃吻是祖龙的第九个儿子 也是最后一位夫人所孕育的 众人实在是对祖龙家中知识不甚了解 故而也不知道话意和吃吻口中的夫人是谁 因此一脸疑惑的看着二人 所以你们说的夫人是 凤九疑惑的看着吃吻问道 吃吻见大家一脸疑惑 想来也是对自家的是有些不解 想到此事可能与翠寒镇有关联 便说道 话意口中的夫人就是我娘亲 她是一条鱼且不惧水火 众人听完方才恍然大悟 东华帝君道 你娘亲是习习鱼一族的吧 吃吻点点头 众人这才灵台更加清明起来 凤九见状仍是一脸不解 没办法 他生了晚 实在是不知道上古神灵都有些什么 见众人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凤九只好抖了抖 牵着自己的东华帝君的手 一脸认真的像个小学生一样的看着帝君道 学习鱼一族是什么族 我从没听过啊 书上也没写 东华帝君见凤九如此 笑道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